歡迎大家來到18億人 過了一年 很多區議員都很忙碌 包括沈雲華一樣很忙碌 最近 過了一年之後 都忙碌了 過了一年 我們其實都還沒過完 我們來星期六日 因為地區就沒有說 過年其實是一個高興的日子 我們有搞一些閒大運 大家一起同居民去玩一下 過年之前 我們趕著很多事情 跟政府都在談 過年當然 他們初心初心放假 之後我們回來 其實都很多的會議 跟政府追回工程進展 包括我們這個 剛剛一陣子講的摩士公園 沒錯 我這次特意再找沈雲華議員 因為之前我們都談過 黃大仙的區議會 一億怎樣使用 那個量點工程 我知道就交報過了 我初以為 黃大仙之前都不是談好了 摩士公園 黃大仙廣場 為什麼搞這麼久 中間停頓了 我就特意這次來 看看進展如何 為什麼那時候會停頓了 其實我們黃大仙差不多是第一 第二個區議會去定 我還記得當時是第一個區議會去定 很快的 但是為什麼要停頓了 其實我自己也不會覺得停頓了 其實一直按照規劃 其實主要是二三月 今年一三年 即上一年的二三月 我們交了一個初步報告給民政事務總署 後來回到後就說 我們的滲透太大 用得太多錢了 又說你要先停頓一些 未必說 這麼主要的改善 先做一些核心的事 原本是摩士公園 我記得新闻議員說過 去連接整個摩士公園 因為大家來過都知道 摩士公園是斷開一塊塊的 但是這個可能預算太大了 預算太大了 這個太大了 我們就變成重點改善一個 我們社區裡面一度 其實缺乏一些大型的劇場 我想去改善它 劇場就在那一部 不如我們過去看看 好 這個劇場呢 這個面積其實都幾大 也有幾百張椅子 這裡其實是一千張椅子 一千張椅子 去容納我們的觀眾 現在其實你看到 我講完我們想怎樣做 主要就是你看到 現在可以看一看劇場 你見到那邊 你見到其實這個上蓋 很有趣的這個劇場 它就是半露天 半是有一個上蓋的 你見到現在我們很曬 你一當空 如果你說我們很多觀眾來到 年輕的其實都不想殺魚看 何況如果我們老人家比較多的社區 我們又有個想法就是 其實很多年裡面已經累積下來的了 就是想改善這個 魔士公園4號的劇場 就令到它可以 所有的觀眾都有上蓋的遮頭 還有老人家比較多 我們社區有18個百分比 是老人家的長者人口 我們希望整個椅背 讓長者看得舒服一點 當然如果你優化了它的觀眾席 我們的劇場 你見到其實都不是太大 如果可以再擴展大一點的空間 去改善一些舞台設施 燈光加上 就會令到我們這個劇場成為 黃大仙區 甚至提供在九龍區裡面 一個值得 一個很好用的劇場 給公眾去參與表演 聽起來真的不錯 但是價錢、造價方面 可不可以 之前做歐巴掌 這個大概多少錢 這個大概五千多至六千萬 估計 都在一億元裡面 這個部分裡面 是容許做得到的工程 所以接下來還有三四千萬 可以用在第二個廣場那邊 不如這樣 我們現在就了解了 我們去黃大仙廣場那邊 又看看怎樣發展 接下來怎樣改善那裡 怎樣利用三四千萬去做好它 我們不如走吧 好啊 我們走吧 哇 沈議員 我們大家真是 獅子山下 獅子山下 香港精神 當然大家可以 黃大仙廣場這裡 黃大仙廣場 我們在魔士公園 就說了五千多萬 接近六千萬 怎樣用了 接下來還有三四千萬 又怎樣用呢 在黃大仙 那我簡介一下 Paul你來 那我一定要簡介一下 我們一個 一億元的項目 三四千萬怎樣用 另外剩下 那三四千萬呢 你看到這個是黃大仙廣場 那黃大仙廣場呢 你可以看到 其實不是說很闊落的 對 其實我們可以拍一下 大家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不是很 不是很 不是很闊的 平時這裡做什麼 這裡呢 平時 當然是一些行進通道 但是很多時候 就會做了一些 譬如 表演節目 譬如一些 康文署 或者甚至 我們黃大仙區 重點的一些 表演節目 譬如上次搞了一個 表演 拉丁舞表演 都很大規模 那 就 因為這裡 都是我們黃大仙的 中心點 而且你看到 中心點不是地理這麼簡單 是 你周圍都是樓 變成 有個需求 有個休氣設施 給我們居民使用 我們現在不是站在這個位置 就是平時表演的地方嗎 是的 我們平時的表演團體 就會搭台 搭台有一筆錢 多少錢 我講完呢 除了搭台之後 還有天幕 因為你看到這麼曬 你看不到表演 老人家多 又有老人家多 就變成 你都要每次花二十多三十萬 去搭台 拉一些人 捉一些天幕 去做的 又變成 經濟上不太划算 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不可以 我們在想 為什麼不改善廣場呢 除了我們說想 擴闊一點點的廣場 大概 我們看到後面 有個 臨時停車場來的 我們有希望 有希望 會擴闊十五米 大概十五米的距離 大概可以令到 我們的廣場 大幅三至四成 十五米 大概多少 我們現在在這裡 幫鐵閘開始計 這裡大概去了 十米左右 我們平時再走 我猜 我猜 差不多 這裏這麼多 十米左右 OK 我想問一下 除了你剛才說 擴建十五米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 膜會不會有 當然 我們會想做一隻 拉布式的天幕 拉布式天幕 拉力天幕 有些 其實設計未出 但我們希望 整個廣場差不多 遮蓋了 最主要是 平時沒有表演 是當一個大型的上蓋 被居民走 就好像沙田 新城市廣場 不是有個公園仔 那個公園 也不是大公園 那個公園 又有個表演場地 有個拉布式的天幕 我記得我的名字叫拉力天幕 夠不夠錢做 我真的很擔心 又會不會 好像當初 就算大了一條數 因為三四千萬 真的不多 三四千萬 又夠的 因為這裏擴闊就簡單些 只是拉回十五米 近後 還有就會做個大型的天幕 在平時來說 可以給行人去用 我們表演場地 就可以給公眾去觀賞 也舒服些 還有我要做一些 一些沒有再通道的設施 因為你如果再走過去 你見到那裏有一條赤路仔 其實就輪衣 不是很能走進來的 你如果可以擴闊那裏 就變得方便一點 現在就剛剛提完報告 應該在民政那裏 在看的 究竟這條數目 這次計得好不好 接下來有沒有說 什麼時候會有諮詢會 跟居民再諮詢 跟大家再了解一下 其實我們區議會 留下了大概三四十萬 去做一個宣傳和諮詢 就告訴居民 我們黃大仙區 將會有這樣的工程 就會讓居民知道 其實我們可以吸引 全香港的團體 歡迎他們來申請我們的場地 去做一些表演 因為其實我們的表演場地 除了當然在黃大仙區 我們就不是希望這麼狹窄 只有黃大仙的團體可以用 其實希望全港狗的團體 都可以知道 我們有兩個 加上摩斯公園的場地 是提升了 希望吸引更多的表演 來給居民去做一個欣賞 有沒有說時間表 什麼時候 時間表 我們就 我想估計 來近這一年 會多些具體的落實 現在都是建議階段 我想未必這麼快 我想可能要一年左右 其實整件事 聽完沈議員這樣說 除了加了一些設施 令到觀賞表演的時候 會舒適一些 令到公公婆婆看得舒適一些 甚至坐得好一些 在摩斯公園 還可以省了錢 剛才你說 每次搭台出來都幾十萬 幾十萬 如果你說有了那些硬件 一次性洗了 以後不用再搭得那麼辛苦 不用再搭那些錢 幫人搭幕 最主要搭幕很貴 搭台未必那麼貴 搭幕真的很貴 雖然是一筆大錢 但用完之後 接下來幾十年 可能十幾年 都不用再搭天幕 那些錢可以省 合乎經濟效益 那好吧 接下來開諮詢會的時候 再找我們 我們跟居民一起 再跟他們聊一下 究竟黃大仙 接下來的多元文化 表演都會集中 我們在黃大仙 摩斯公園有 黃大仙廣場有 到時候記得找我們 一定阿波 多謝你支持 多謝你 多謝你清班農 你們這些運作 assure you 感谢观看